那么上午的话,我们就是讲了一下什么呢?就关于这个REM的这个布局的一些原理,是吧?REM这种布局的话就是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什么呢?HTML的标签啊,它上面有一个,在它上面设置一个Full Size。 那么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元素的话,如果用这种REM的这个单位设置什么呢?宽高,或者什么呢?行高啊,间距啊,是吧?如果都用这个REM来设置的话,那么的话,这些单位可以统一标准,是吧?统一标准。 如果说我改变一下这个HTML标签的这个文字大小的话,所有的以什么呢?以这个单位为设置的这种间距啊,宽高,全部变化了吧,是吧?那么这个就是REM的,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这个布局的一个技巧啊,就是统一标准,然后所有都按照它来,来为基准,来设置这个尺寸。 好,那么呢,以这个REM为布局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还安装了一个什么CSSREM的这个什么呢?插件,是吧?这个插件的话,可以怎么呢?可以方便我们很快地将PX转化成什么?REM吧,是吧? 那么前提是你来设置一下一个转化的这个标准,是吧?怎么转化?转化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是REM,这个里面设置一下,是吧?假如说你PX转化成REM,如果是每次要除以多少,是吧?这个是每次除以的这个值,啊,假如除以40的话,就设置为40,啊。 好,那么为什么设置为40,啊?我们那个基准,啊,这个基准的话是设置REM,设置HTML的,它的那个自己大小是按,按照20来设置的,是吧?按照20来设置,然后的话,我们在这个,这个,效果图上面量的尺寸是什么呢? 是大一倍的尺寸,是这样的啊?大一倍的尺寸,啊。这个尺寸的话,要做到硬面上,还得除以2,是吧?除以2的话,然后的话,再转化成REM的话,还得除以20,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相当于什么?除以40,是这样的啊?除以40,那么这个值就是40,啊。好,除以40,那么的话,做的时候的话,就跟我们的什么呢? 跟我们的PC端一样做啊?你怎么量,你量多少就写多少就完了,是不是这样的啊?量多少就写多少,它自动的把你转化成PX,自动转化成REM,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REM的这个单位,是吧?我们的这个既然是文件,啊,这个既然是文件怎么样呢? 那么它默认是设置的是20,啊,设置20,再说一下,这个设置的是20的话,是在什么呢? iPhone 6的这个尺寸的时候,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风的size是20吧? iPhone 6的这个上面啊,是20,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调到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尺寸,是吧? 那么的话,它就会变,啊,就会变,比如说是iPhone 6 Plus,是吧? 假设是这个尺寸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变得22.08,是吧? 那么22.08的话,那么它就怎么样呢? 它就变大了一些吧,变大了一些,是吧? 我们原来这个地方还是写的什么REM的值,还是不变,是吧? REM值的不变,那个值的话再乘一个22.08,就是它变大时候的尺寸,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我们算的时候就按20算就行的,是吧?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实验它的什么呢? 大屏幕的时候整体就,整体就变大了,是吧? 好,小屏幕的时候就整体变小,比如说iPhone,iPhone 5,是吧? iPhone 5,iPhone 5的话这个地方是17.06.7,是吧? 是不是整体变小了? 这个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屏幕上面怎么样? 就是等笔收放吧,是等笔收放啊,我们做的时候就按20做就行的啊,比如说这个iPhone 6,以iPhone 6为机枕啊。 好,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REM这个部局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啊,就是改变这个Foom Size,HTML的Foom Size的值啊。 好,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抢到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的时候可以什么样呢?我们可以拖动这个宽度吧,啊,拖动这个宽度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就没有,它就不停地在变,是吧? 不停地在变啊,它没有,是吧?这个不停地在变啊,它会这个GS呢,那么会感受到这个变化啊,感受到这个变化啊,然后动态地改变它的值啊,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改变的呢? 它这里面用一个,绑了一个事件啊,我们后面会学到啊,那么有个Resize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呢?Resize就是尺寸变化的时候,是吧? 实际变化的时候,它会执行这个,这个是一个函数啊,一个函数啊,执行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干嘛呢?通过这个屏幕的宽度来算一个比例,来把这个20改变啊,把一个比例给到这个20,然后把这个整体算的值的话,再负值给这个HTML的标签啊,好,这样一个过程。 好,那么大概的说一下啊,后面我们再学解释的时候,再来说一下它是什么,它具体的实验方法,啊,具体实验方法,啊,好,那么大概是我们的这个REM布局的一个,一些什么,基本原理吧,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还是接着往下啊,把这个例子完整地做完,好吧, 那么做的过程中的话,还是说,还是没有多的时间给大家在课堂上练啊,大家如果跟得上的话,可以,可以什么,自己敲一些代码啊,好,那么的话,跟不上的话,还是需要大家在什么,在这个课下,怎么样,自己把它完成,好,那么的话,上午的话,我们大概做到这里,这里了,是吧,这个菜单做,做成这个效果,是吧,好,做成这个效果之后,那么的话,每一个这个菜单的这个标签都是,都是同一个标签,是吧, 应该是不同的标签吧,是吧,好,这是这个水果,那么还有,这几个标签,是吧,海鲜的,肉类的标签,啊,比如说这几个标签,啊,那么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呃,改变这个什么呢,改变这个什么呢,改变每一个这个A的什么,它的background position就行了吧,是吧,比如说,这个每一个A的话,现在都是同一个什么呢,同一个定位,是吧,这个是background position吧, 好,好,好,我们改变这个position就可以了,啊,好,那如何改这个position呢,是吧,那么前面我们做的时候怎么,怎么变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每一个A给一个什么样式是这样的啊,比如说给个class等于什么,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不是刚刚学了新选择系吗,是吧,我们可以用新选择系来做,是吧,好,新选择来做的话,怎么做呢,比如说这个,这个第一个,第一个这个A的话,它是,它是对的,是吧,它这个背景图是对的, 那么第二个A,下面的这个A,背景图都不对,是吧,那么我们从第二个开始,是吧,那么怎么写呢,是吧,那么就是,呃,点menu,是吧,menu,然后是con, 里面的li,然后是什么呢,nth,然后是child的吧,好,第二个,是吧,第二个里面的A吧,是吧,是这样的,啊,是第二个里面的A,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写,行不行啊, 这个不对吧,是吧,你每个li里面只有一个A,是这样的,啊,不对,是吧,应该是这个,第二个li里面的A,是这样子,是吧, 然后设置它的background position,啊,background position,好,那么还是left的吧,那么的话,这个,呃,往上的话就是多少呢,那么就量一下,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看一下啊,这个是,呃,这是第一个标签啊,第二个标签的话,可以什么呢,用这个切片工具把它拖下来,是吧, 好,量一下啊,量一下啊,量一下之后,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第二个标签是241,是吧,241,啊,好,241的话,那么就是,这个, 负的241,px,是吧,好,转成这个,啊,好,转成这个,啊,好,转成这个之后,然后是,这样子,是吧,好,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图标是否变了,是吧,第二个图标,啊,好,刷新一下,那么这是第二个图标吧,啊,第二个图标,啊,好像有点裁切,上面, 大家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点裁切啊,上面好像有点裁切,是吧,呃,应该是负六,是吧,负六,看一下啊,负六的话,看一下,这个,这个就好了,是吧,好了啊, 好,这个iphone六,看一下,iphone六,啊,好,这个是可以了,是吧,负六,啊,那么,大概的,比较一下,这个应该是每个是有三,是吧,有三像,三个REM的,这个距离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我们第三个,啊,好,这个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是吧,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二三四五六,第七个,第八个, 好,这么弄完之后,我们就这么,啊,大概这么先写上啊,比如说这每个相差三,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应该是九吧,是吧, 九,然后是,这个是十二,是吧,十二,然后十五,这个是十八,这个是二十一,是吧,二十一,啊,这个二十四, 好,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刷新一下,是吧,这个是放好了,好, 这个放好之后,那么接着是放下下面的这个文字吧,啊,这个文字的话,那么它就是, 应该是相对于整体的水平居中,啊,然后这个空白的时候是垂直居中,是吧, 好,这文字的话,看一下它的大小,啊,文字的话,那么量一下,是吧,这个文字的话就是, 这是二十六像素,是吧,二十六个像素,然后是颜色是这个,是吧,六六六吧, 那么按照说就是,应该是把它,也,把这个文字除以二,就是十三吧, 十三个像素,啊,十三个像素,啊,文字写的时候,记得啊,文字不要写,啊, 就直接写像素就行了,啊,写像素,好,直接写像素就行了,啊, 那么文字是不做放缩的,文字可以用什么,这个响应式护局来做一点调整,啊, 就是文字不一定非要放大或缩小,啊,就按那么大做就行了, 因为文字是用来阅读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文字,啊,这个Li里面有个H,Li里面有个H2,是吧,H2,啊, 好,Li里面的H2, Li里面的H2,H2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的话,它的宽度,啊, 好,宽度,宽度不写啊,高度的话,那么整体的Li的高度是4.05,是吧, 4.05它占了2.8,是这样的,它占了2.8,啊,占了2.8的话, 那么还剩这个1.25,是吧,还剩1.25,啊, 好,那么它的高度是1.25,是吧,高度是1.25,啊,EM,啊, 好,那么的话,我可以直接写,直接写它的这个大小,是吧, 比如说Font,然后是这个,这应该是不加粗吧,是吧,不加粗吧, 好,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如果按,按下去是加粗的,啊, 看来是加粗的,是吧,加粗的,然后13,是吧,13, 然后颜色是666,是吧,好,那么是board,是吧,board, 然后是这个,13,px,啊,文字代表就直接写这个像素的, 就不要写R,EM的,啊,然后的话,这个,呃, 含高是1.25,吧,1.25,啊,EM,是吧,可以这么写,啊, 然后是压黑,是吧,好,压黑,啊,好,那么这个可以就不要了, 是吧,不要了,啊,好,然后的话,这整体的这个里面的文字是水平居中, 是吧,水平居中哪个text line,哪个center,是吧, 好,这么写完之后看下效果,是吧,刷新一下,啊,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这样的一个,啊, 好,然后还有个color,是吧,color写一下,啊, color就是这个666,是吧,666,啊,好, 刷新一下,啊,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看一下,啊,好像是这个整体的怎么办, 就是下来了一点,是吧,整体下来了一点, 好,那么这个的话,看效果图,啊,效果图的话, 应该是这个, 好,效果图如果怎么样呢,你想看它的实际的, 这个,这个不是实际,这是大了一辈的,是吧, 我会把它缩小一点,是吧, 这它是它的大小吧,是吧,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啊, 试图,啊,显示, 这个,切片,是吧, 是不是这个效果,啊,应该是,是吧, 这个应该是什么,大概是这个, 大概是这个375的效果,是吧, 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和上面是不是, 上面是不是多了一些,是吧, 这应该是设计的时候没有,没有对齐,是吧, 上面应该多了,啊, 看见没有,这上面和下面的空白,啊, 好,我把上面的空白留,留,啊, 给它设小一点,啊, 设小一点就可以了, 好,上面空白多了, 我就把它留,留少一点,啊, 留少一点的话,那么就是这个, UL,是吧, UL,距离上面是什么呢, 0.875,是这样的, 0.875,啊,来个0.5, 看一下,啊, 这距离上面的这个距离,啊, 刷新一下,是吧, 多了,是吧,0.6吧, 0.6,啊, 好,0.6的话,那么就, 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了,啊, 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尺寸和一下,啊, 有时候要尺寸要和一下, 因为它, 有时候就是, 尺寸不是太精确, 做的时候,是吧, 好,那么大概的话,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做好了, 是吧, 好,每一个这个什么呢, 点击的话都可以什么, 链接,啊, 好,比如说我点一下这个, 点这个,是吧, 是不是有个警号,啊, 是吧, 表示它是可以链接的,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的做法, 是吧, 这个做法,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条, 这个是整体放收吧, 整体放收,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菜单, 是吧, 好, 这个菜单做好, 接下来是做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公共模块, 是吧, 这是个公共模块,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一块的话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 也有什么六块吧, 是吧, 跟那个首页是一样的, 什么水果啊, 海鲜啊, 是不是这样子, 也有六块, 实际上只做了一块, 是不是这样子, 只做了一块,啊, 好, 只做一块之后, 我们下面这一块的话, 啊, 那么一个这个是标题, 这是个banner, 是吧, banner, 然后, 然后这里有三个商品的这个列表, 是吧, 好,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这一个结构的话, 我们来做一下, 那么先写它了什么, 是吧, 大概的写出来, 是吧, 好, 好, 呃, 那么记得要做到, 这个这个footer, 是吧, footer, 这个要记得要做到这个dlb里面, 是这样子, 啊, 这个也是属于这个center, 什么, center里面的, 是吧, 属于这个center.con里面, 是这样子, 啊, 记得要做到这里面的, 啊, 好,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呢, 还是可以跟首页一样, 命名,是吧,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common model, 是吧, 拿一个common, common model,啊, 好, 这样一个模块, 是吧, 我们摸走, 这样一个模块,啊, 好, 那么common model的话, 它的整体宽也是什么呢, 啊, 好, 我们来把它做, 先把样式写出来吧, common model这个的话, 它的这个样式, 是吧, 它的这个样式, 那么就是, 好, 宽度, 宽度不给, 是吧, 那么宽度就是百分之百, 啊, 好, 高度给一下, 是吧, 高度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高度的话, 来量一下, 是吧, 整体高度,啊, 好, 那么的话, 把这个切片刷一下, 好, 高度的话, 我可以这么量, 是吧, 把它拉下来,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 是吧, 好, 高度的话, 大概是这么高, 是吧, 690这样子, 690, 好, 高度690, 690px, 转一样, 然后的话, 整体背景色, 有个白色, 是这样的, 白的, 好, 然后的话, 它距离上面应该也是20, 是吧, 它是不是距离上面有个20的这个间隙, 这个上面, 是吧, 这个, 那么就是, 890px, 890px, 20px, 转一下, 好, 那么这样一个, common model的这个, 红器, 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一个common model, 就是说, 这个iPhone 6, 如果我100%显示的话, 这个地方没滚动条, 看不到, 这个地方拉不下来, 这里, 它里有个不好的地方, 我一调到75%, 才显示所有的, 是吧, 这样的, 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个效果, 接着我们就是里面的东西, 就接着往下做, 接着往下做, 那么, 首先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标题, 是吧, 标题的话是, 这边有一个标题, 这边是有一个更多, 是这样的, 那么一样的, 是吧, 好, 那么来一个, 先写一个什么呢, common title, 是吧, 好, 点common title, t-i-t-l-e, common title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h, 这里是h2, 那么这里是h3吧, h3, 好, h3,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新鲜水果, 是吧, 新鲜水果, 好, 新鲜水果, 然后接着是一个什么呢, 更多是吧, 更多啊, 好, 这个里面的话就写一个什么, 更多啊, 更多, 然后是来一个大语号, 是吧, 这个是语, gt啊, 然后, 好, 这样一个, 是吧, 好, 就只有一个大语号, 好, 这个是common model, common title, common title写一下, common title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样式, 是吧, 样式啊, 好, 它的样式的话, 来看一下, 它整体的是, 量一下, 是吧, 它整体宽度是, 这么宽是吧, 应该跟下面是一样的, 是吧, 应该跟下面是一样的, 下面是整体宽度是, 对齐啊, 整体宽度应该是710, 是这样的啊, 710啊, 好, 710高度的话, 应该是, 高度的话是36, 是吧, 710和36啊, 好, 710和36, 这个没对齐是吧, 没对齐啊, 好, 710和36, 那么宽度是什么呢, 710, PX10啊, 转, 好, 高度是36, 转,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好, 现在我背景色, 给大家看一下, 拌光的color, 来一个gold,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它应该距离上面怎么样, 距离上面有一个间距吧, 是吧, 距离上面有个间距啊, 好, 上面的间距是这么多, 是吧, 那么上面的间距是这个32, 是吧, 32啊, 好, 左右的话, 左右来个O2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相对于这个白的左右居中啊, 是吧, 那么是吧, 好, 那么这么写, 是吧, 那么上面是32, 是吧, 下车的话, 那么就是margin, margin, 然后是上面是32px啊, 转一下啊, 左右O2是吧, 下面给个0是这样的啊, 下面给个0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刷新一下是吧, 上下车的话那么很显然, 这个什么margin又传上去了吧, marginthorpe又传上去了啊, 又传到什么呢, 传到这个, 传到这个负极了是吧, 传到这个负极的容器了啊, 又是一个marginthorpe塌陷吧, marginthorpe塌陷啊, 塌陷完之后还是给到什么呢, 把这个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这个clear fix啊, clear fix, 好, 这给完之后怎么样, 这个刷新架是吧, 这个是不是就好了, 好了啊, 好, 然后是一个左扶动, 一个右扶动吧, 是吧, 左扶动和右扶动, 好, 那么直接可以给到这个里面来, 看一下, 这里, 这里也可以不写, 是吧, 写到这个样式里面也行啊, 这里面样式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写了啊, 那么就是common title里面的h3, 是吧, common title这个h3, h3, h3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 它的话就是, 它的高度是0.9rem, 是吧, 好, 那么这个h3, 好, 它来一个左扶动, 是吧, float, left, 好, 那么的话, 它整体的高度给它来个0.9, 也是来个0.9rem, 是吧, rem, 好, 然后的话, 它里面的文字啊, 它里面的文字的话, 来个fnt, 直接写吧, fnt是这个, 这个文字是吧, 文字的话, 那么是30像素是吧, 那么就写成15是吧, 除以除以一半吧, 写成15, 15, 15像素, 然后是这个颜色是吧, 这个颜色啊, 好, 15, 然后是这个, 有没有加书啊, 看一下, 也是加书了, 是吧, 加书了啊, 好, 那么就是board, 是吧, board, 然后是这个15px4, 然后是这个是0.9rem, 是这样的啊, 那叫rem, 啊, 然后是这个仰黑, 是吧, 仰黑啊, 好, 那么这个写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整体的这个, 啊, color, color, color写一下啊, color, color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是吧, 好, 复制一下, 然后写到这里来,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看它的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颜色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因为有个背景色, 所以, 所以什么, 就是显示不出来啊, 把它背景色取消掉,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刷新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吧, 把这个拿下来, 然后的话, 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调了百分之百, 这个更看不见的啊, 好, 这样子可以看到吧, 是吧, 好, 这是新鲜水果, 是吧, 新鲜水果, 然后的话, 这个新鲜水果旁边怎么样, 还有一条线,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条线啊, 好, 这条线的话用BorderRight做就可以了, BorderLeft的啊, 那么这条线看一下有多, 这个有多宽, 是吧, 看一下啊, 这个线的话是有十个像素的宽度,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这个像素宽度啊, 好, 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 BorderLeft的, 是吧, BorderLeft, 然后是10px啊, 转成rem, 是这样子啊, solid啊, solid啊, 然后这个颜色, 跟这个颜色应该是一样了吧, 是吧, 颜色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这个文字的话,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 这个的话跟它是什么呢, 那是挨在一起的是吧, 挨在一起的啊, 好, 那么它们之间有个间距是吧, 间距的话应该是这里应该有个这个是吧, 间距啊, 间距大概是16px是吧, 16px是吧, 那么我们用手放收进来做吧, 手放收进啊, 好, 来个text的indent是吧, indent啊, 好, 来个16px啊, 转一下, 是吧,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 看一下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啊, 好, 接着这个更多一样的啊, 更多的话就是又浮动, 是吧, 又浮动过去啊, 这个里面的A标签啊, 这个里面的A标签, 然后是float, 来个什么呢, right, 是吧, float, right, 好, 然后的话这个A标签, 它的这个大小啊, 这个大小应该是, 整理的是24, 大概就是12, 是吧, 12大小啊, 然后是这个, 这个颜色是吧, 这个颜色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 来一个font是吧, 好, 然后这个是12的大小, 是不是这样的啊, 整理它们也占了0.9啊, 好, color, 是吧, color的话是这个颜色, 是吧, 好, 那么的话看下这个效果, 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呃, 好, 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高度我们选了, 给了line height的话, 高度应该可以不给, 是吧, 这个高度可以不给啊, 它是会撑到0.9的, 这个高度的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 等一下啊, 好, 那么有人问了, 这个地方给不给hover啊, 啊, 给不给hover, 这个没有hover事件啊, 移动单数没hover事件啊, 只有点, 你鼠标不能旋在上面, 手指不能旋在上面吧, 没有hover事件啊, 不用给啊, 给了也没效果啊, 它是这个手指点一下就行啊, 是吧, 手指点一下这个地方啊, 没有hover啊, 所以不给啊, 好, 它不是鼠标的这个操作的场景, 是吧, 操作的场, 这个, 这个场景不一样, 是吧, 没有hover啊, 好, 这个给完呢, 是吧, 给完之后啊, 这个应该是lover吧, lover啊, lover啊, 好, 这样子, 是吧, 应该是lover啊, 好, 这一块做好之后, 接着是做下面那一块, 是吧, 下面这一块是什么, 这个banner啊, 好, 这个banner的话, 那么就是, 好, 这个banner就是, 这个宽度现在也是710是吧, 宽度应该也是710啊, 宽度是710, 高度的话, 来量一下啊, 好, 好, 整体这个高度啊, 整体这个高度的话是多少呢, 是180是吧, 180啊, 180距离上面的这个距离, A的话是20是吧, 20啊, 好, 那么的话, 再写一下这个什么, banner是吧, banner啊, 好, 这个banner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有个链接的, 是吧, 链接啊, 好, 那么的话, 拿一个A吧, 这是拿一个警号啊, 好,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banner是吧, class等于什么呢, 拿一个banner吧, 啊, banner, 好, 这个的话就是, 这里面包上一个什么呢, 图片是吧, 图片啊, 这是imagics里面的这个banner, 2点JPG啊, 然后这个, alt什么呢, banner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大概是放上去之后, 这个图片绝对是大的, 是吧, 刷新一下, 好, 那么是这么大一个图片, 啊, 还是拿过来看吧, 这个还是看的怪怪的啊, 好, 这样子了是吧, 这样子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要把这个A标签给它转一下, 是吧, A标签转一下, 转成这个块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banner是这样子啊, banner, 这个点banner啊, 点banner它是一个A标签吧, 把它转成, 先把它转成块吧, block, block, 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宽呢, 它的宽是什么呢, 它的宽也是710, 是这样子啊, 710啊, 710px啊, 转一下啊, 好, 高度是180是吧, 高度180px, 转,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块, 这个块应该相对于整体的是水平居中吧, 是吧, 然后距离上面是20是吧, 距离上面是20啊, 距离上面是20, 那么的话, 整体的就拿一个marking, 是吧, marking上面是20px, 那么是左右是O2, 是吧, 下面是0啊, 好, 这个A标签就做好了, 是吧, A标签做好之后, 现在这个图片要相对于它, 怎么呢, 要跟它一样大, 是吧, 图片是大一倍的啊, 同样我们还是用的上面这个技巧啊, 跟这个传统的技巧一样, 是吧, 让它的宽度等于100吧, 宽度等于100%, 那么高度的话, 自动缩放啊, 那么就是banner里面的emerge, banner里面的emerge, 然后让它的宽度等于100%就可以了, 好, 高度会自动缩放啊, 好, 这个的时候, 这个banner就放好了吧, 是吧, banner就放好了啊, 好, banner放好之后的话, 接着是做下面这几块内容啊, 下面这个块内容的话, 那么的话, 看一下啊, 它就是一个商品列表啊, 商品列表的话, 那么就是整体的啊, 看一下啊, 整体的那么就是710的宽啊, 应该是整体在710的宽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那么的话, 应该是整体这么宽, 整体这么高吧, 是吧, 整体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到这里来啊, 这么大一个范围啊,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条线呢, 是吧, 中间有两条线吧, 是吧, 好, 好, 整体的宽应该是也是710啊, 710, 整体宽都是710啊, 高度是373, 是这样的, 高度373啊, 好, 距离上面应该是也有一个什么呢, 也有一个20的这个间距啊, 应该是20的间距啊, 那么的话, 整体啊, 好,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的话可以先大概来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整体的用一个URL来做是吧, URL啊, URL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什么, 固执list吧, 固执list啊, 好, 固执list, 然后的话, 那里面的什么呢, 来什么呢, 来什么, Li是吧, 好, Li啊, 好, 我们先把这个Li做出来吧, 比如乘一个3啊, 整体的, 是吧, 好, 这样子, 好, 三个Li是吧, 三个Li啊, 好, 那么固执list的话, 我们可以先写一下啊, 固执list, 固执list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大小是吧, 好, 它的宽度也是什么呢, 宽度也是710吧, 710px, 好, 然后的话, 它的高度, 高度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高啊, 这个刚刚啊, 373, 是吧, 373, 373px, 好, 先给它一个背景色看一下啊, 背景色, 给它来个go的, 好, 那么整体的是居中吧, 整体肯定是居中的啊, margin, 然后是, margin是20px, 是吧, off, 然后是0啊, 好, 这个是那个UL, 是吧, UL, 然后看一下, 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的话应该这个没存, 好,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吧, 这个效果啊, 我可以把它调小一点, 来, 起初, 好, 当然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就是, 这一块做好了是吧, 这块做好了, 那么做LI, 做几个LI, 好, LI的话, 那么每个LI是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 goose list里面的LI, 是吧, 每个LI的话应该是, 它的宽度应该是, 平分这个什么的宽度吧, 是吧, 平分这个宽度啊, 那么刚好是710除以3, 是这样的啊, 710除以3, 除了净吗, 呃, 好, 这个那个CALC, 是吧, 好, 710, 710除以3, 等于这个什么呢, 236是吧, 236啊, 好, 236, 那么我们每个给个236, 那么36的话, 好, 236再乘以3, 看得多少啊, 等于708, 差两个像素是这样的, 差两个像素啊, 好, 好, 那么每个给个236啊, 给个236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每个LI的宽度啊, 宽度是236, 啊, 236啊, 236px,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高度是这个什么, 高度是这样一样高, 是吧, 高度是这么高, 高度是一样高, 好, 接着的话, 那么就是, 嗯, 每一个什么呢, 这个, Li的右边是吧,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border是吧, border什么呢, right是吧, borderright的话, 那么是一项素实现, 然后有一个, 这个颜色值啊, 这个线的话就是这个是吧, 这个线啊, 好, 这个颜色是这个是吧, 这个啊,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 好, 把这个颜色放过来, 那么就是这个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取消掉是吧, 取消掉, 看一下啊, 取消掉, 取消之后, 那么的话, 每个Li, 它目前是什么, 快源是吧, 每个排在一行是吧, 那那么排一行的话, 来个float left是吧, float left, 好, 每个Li的话, 看一下, 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他们是不是排成一行啊, 是吧, 好, 这个啊, 好, 这个的话,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最后一个什么呢, 这个Li跑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跑下去了啊, 因为他们三个, 如果是三个都有边的话, 怎么样, 应该是三个的边怎么样, 加起来是大于什么呢, 不是少了两个像素吗, 那么这, 多了, 这个第三个加了一个像素怎么样, 就多了一个像素, 是吧, 第三个Li跑到下面去了, 看见没有, 是吧, 是跑到下面去了, 这第一个Li, 第二个Li, 第三个Li, 跑到下面去了, 是吧, 多了一个像素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就是用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还学到一个什么呀, 学到一个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 Last child吧, 是吧, Last child, 好, 这么写, 是吧, 那么还是一个新选择系吧, 这个, last child, 是吧, 是指的最后一个Li吧, 最后一个Li啊, 把它的border什么呢, border right, 把它设为0ps, 是不是可以啊, 设为0ps啊, 好, 0ps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上来了, 没问题了吧, 是吧, 第一个Li, 第二个, 第三个, 哎, 好像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够, 是吧, 好, 不够的话, 那么这么做吧, 不够, 既然不够的话, 我就不用这个了啊, 把它们设为什么呢, box sizing, 可不可以啊, box sizing啊, border box, 是吧, 那么这个线, 是不是算到它这个, 宽度里面去了啊, 是吧,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假如我不要这个, 我可以啊, 这个还得要, 是吧, 还得要啊, Last child,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刷一下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上来了吧, 是吧, 没问题了啊, 第二个, 第三个, 是吧, 好, 这个Li放好了, 是吧, Li放好之后, 那么接着放Li里面的东西啊, Li里面东西的话, 那么都是一样的, 首先是什么呢, 有一个商品的图片, 然后商品的什么, 商品的这个名称啊, 然后是这个商品的这个, 呃, 这个什么单位数量的, 价格,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加入到购物车的一个什么按钮, 是吧, 好, 这个按钮的话, 那么就是, 啊, 就是可以用一个A标签来做, 是吧, 好, 来看一下, 这个, 每个Li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商品的图片, 商品图片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点的是吧, 可以点的啊, 商品图片可以点, 然后这个可以点是吧, 这个应该可以点啊, 点的时候加入了购物车是这样的, 好, 接着的话来做一下, 那么首先每个Li是吧, 每个Li里面, 那么首先是有一个这个商品的图片, 是吧, 这个来的一个, 点的一个商品的图片啊, 好, 这个商品图片的话, 那么就是拿一个emerge, 是吧, 这个是imagic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固子, 点jpc, 是吧, alt等于什么呢, 商品图片啊, 商品图片, 好, 这个的话那么给它来个什么呢, 呃, 来个, 来个什么, 来个样式吧, 因为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加入购物车, 也要用一个A标签,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哪个class, 什么呢, 哪个什么呢, 这个是, 竹子, 那是link, 是吧, 好, 接着的话那么, 后面跟的是一个商品的名称, 是吧, 商品名称的话, 那么这个是H3, 那么这个里面是H4吧, 是吧, 他们名称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们是用的H3吧, 那么这里又有个名称, 是吧, 那么就用H4啊, 好, H4, 好, 这个是比喻说是, 这是什么, 信息狼, 皇家,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苹果, 是吧, 那么这个名字显示不下, 就显示省电号, 是吧, 好, 我们把它写一下啊, 比如说, 这个是新西兰, 新西兰, 这是春游了, 皇家, 皇家, 大, 大红苹果, 是吧, 是这样的啊, 你拿皇家大红苹果吧, 好, 他应该就说, 这个文字是显示不下, 显示不下就是什么样, 显示省电号是这样的啊, 就是省电号啊, 好, 这个省电号这个样子, 也可以什么, 通过样式设计出来啊, 通过样式设置出来,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是什么呢, 这个, 一个什么, 这个是单位是吧, 单位啊, 单位的话可以什么呢, 来个, 就可以用这个批标签来做吧, 批标签可以啊, 好, 这个是比如说十二美提是吧, 提啊, 好, 好, 这个的话是单位啊, 接着的话是这个价格是吧, 好, 价格啊, 好, 比如说class, 这里给了个class吧, class等于这个unit啊, 单位啊, 还有再来个价格是吧, 也用批标签来做吧, 批啊, 好, 然后这个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人民币六十八, 这么贵啊, 哦, 它是十二个, 十二个六十八块钱啊, 这个是price是吧, 这个应该不贵啊, 十二个六十八, 好, 这个写完之后,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啊, 那么整体的就是每个li里面的东西是吧, 好, li里面的这个, 好, 那么的话, li里面的这个goodlink, 是吧, goodlink, 好, 先写这个goodlink, 是吧, goodlink啊, 好, 那么写下来样式啊, 那么有人问了, 你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这么写是吧, 这么写也可以是吧, 那么的话, 你这么写, 如果说你没有从名的话怎么样, 也可以这么写啊, 就是说没有一个固执令和跟你从名的话, 也可以这么写, 就是说这个选择器越简单越好啊, 记得, 选择器越简单越好, 就是这里前面的层级, 越短越好啊, 越短的话性能越高啊, 就是说你如果有两个层级的话, 它会找两次啊, 好, 那么它大概是怎么找的, 我这里说一下啊, 比如说它去找这个什么呢, 匹配这个样式, 它怎么匹配呢, 它把页面上所有的li先找到, 找完之后, 然后再去匹配这个固执, 什么历史的, 是不是找了两次啊, 它从右边开始找啊, 它不是从左边开始找, 真的很奇怪啊, 右边开始找, 找完之后再去匹配这个, 是吧, 所以说你这个越短, 它是不是匹配的次数越少啊, 是这样子啊, 是吧, 好, 你这个它只会找一次, 如果你再写一个成绩, 它会先找它, 找完之后再匹配它, 会找两次, 所以说这个越短越好啊, 尽量越短越好啊, 好, 这个的话, Gooze Link的话, 它是, 看一下啊, 那么它相对于整体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 这个商品它的这个图片大小, 看一下它, 它切的多大, 是吧, 看一下啊, 这里面这个, 这个大小, 是吧, 这个是180乘180吧, 180乘180啊, 好, 180乘180的话, 我们来量一个180乘180的这个, 好, 这个先标啊, 那么的话, 量这个吧, 180乘180, 好, 双击下, 我直接写180乘180, 180乘180, 好, 那么的话, 它这个图片应该相对于整体的LIG中吧, 是吧, 这个地方没放好, 是吧, 应该放到这里来, 是不是这样的, 大概是放到这样一个大小, 是吧, 这样一个大小啊, 好, 那么应该放到这里来啊, 是这样放啊, 这样放的啊, 好, 这样放的话, 那么它距离, 上面应该有距离吧, 上面有个距离啊, 好, 这个要合一下, 是吧, 上面应该大概是15, 是吧, 15啊, 15, 15的话, 那么180乘180, 是吧, 那么这个应该是, 嗯,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A标签, 是吧, 把它转成块, 是吧, block, 好, 转成块, 然后的话, 它的宽度是180, px, 是吧, 转一下啊, 好, 高度也是180, px, 是吧, 是吧, 好, 那么它的话, 这个180乘180的这个商品, 应该是相对于这个Li水平居中吧, 水平居中啊, 好, 那么的话, marking, 现在量了, 上面是15吧, 15px, 好, 左右O2, 是吧, O2, 下面是0啊, 好, 下面是0, 好, 下面是0, 那么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这样子, 这个图片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图片太大了啊, 好, 同样的, 我们还是用那个技巧, 是吧, 图片, 它里面图片是什么, 100%显示吧, 好, 有没有几啊, 好, YS, 100%啊, 好, 100%显示, 那么它就摆好了吧, 是吧, 它就摆好了啊,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下面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 是吧, 好, 这个文字的话, 按理来说, 应该是整体的宽度, 应该是, 和这个什么呢, 苹果的宽度, 苹果的这个什么, 和这个图片宽度, 应该一样的是吧, 180啊, 应该也的, 也是180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宽度, 宽度应该有这么宽, 是吧, 宽度有这么宽啊, 这宽度是200, 200的宽, 应该是按照这个来的, 是吧, 200的宽啊, 好, 我们按照200宽来做吧, 那么整体的宽度是, 200的宽啊, 整体的这么宽, 是吧, 好, 我们按照200的宽来做啊, 200的宽来做,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 就是第二个了, 是吧, 这个H4, 是吧, H4的话, 可以用Goodness里面的H4啊, Goodness, 好, Goodness里面的这个H4, 是吧, H4啊, H4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 它的这个文字大小啊, 好, 看一下啊, 这个文字的话是30, 那么就做成15, 是吧, 15大小啊, 然后颜色是什么呢, 666, 是吧, 颜色666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啊, 是加粗了, 是吧, 哎, 还没加粗啊, 是吧, 好, 再写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Font什么呢, Font, 然后是这个, 呃, 呃, ROMAL, 是吧, ROMAL, 然后是15PX啊, 好, 这个HANG高的话, 给多少呢, HANG高我也给, 给这么高吧, HANG高也给这么高啊, HANG高啊, HANG高我也给的跟它一样高, 也可以, 是吧, HANG高, HANG高我可以给它跟它一样高啊, 那么的话, 也给到这个, 也给到什么呢, 15吧, 15PX啊, 好, 那么就是它跟它一样高, 是不是这样的, HANG高跟它一样高啊, 那么这个就不用放缩了, 是吧, 那么就是把它那么的, 之间的间距, 给它放缩就行了啊, 比如说这个是亚黑, 是吧, MICROSOFT啊, 亚黑,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 那么这个H4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H4啊, 这个H4它里面的文字, 应该是水平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 应该是靠左对齐吧, 靠左对齐啊, 我就不写了啊, 好, 那么它什么呢, 有个宽度吧, 宽度是200PX, 是吧, 200PX啊, 好, 转成这个5,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好, 那么整个这个H4的话, 应该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Li是水平居中的, 是吧, 那Li水平居中啊, 好, 相对于Li水平居中的话, 它距离上面的话, 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刚才我们量了一个180乘180, 好, 我把它删了, 是吧, 来量一下啊, 好, 这个是180乘180, 180, 这个是180, 好, 好, 这个上面是15是吧, 上面是15啊, 好, 180乘180, 然后它距离这个是吧, 距离它的话就是, 再量一下啊, 这就是它们的距离了, 这个高的话是37是吧, 37啊, 好, 37的话, 那么写一下, 就是这个, margin吧, 是吧, margin距离上面是37px, 是吧, 好, 左右O2是这样的啊, 然后下面是0吧, 好, 是这样子啊,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这个文字没有达到刚才那个效果是吧, 应该是什么, 多的文字写出省略号吧, 省略号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效果怎么写啊, 这个地方效果的话是, 首先的话, 这个宽度要固定啊, 宽度要固定啊, 然后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到三句才能配合, 做到的效果啊, 首先是宽度要固定, 然后的话, 先写一个什么呢, 先写一个overfloor, hidden啊, 就是操作的要什么呢, 裁切啊, 好, 然后是, 呃, 这个是写一个white, white space,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设置这个文字是否换行的啊, 我们这个中文, 它是不是多的字是否换行的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 黄家大红苹果, 这个红苹果几个字是否换行的啊, 好, 那它不换行啊, 那它不换行, 设置为white space, 设置为low rep, low rep的话就不换行啊, 好, 不换行, 不换行之后再看一下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就不换行啊, 不换行是不是裁掉了是吧, 裁掉了啊, 好, 裁掉之后再来设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呢, 文字超书的时候, 怎么样呢, 这是有一个, textoverflow啊, overflow, 然后来个 ellipse这样一个值啊, 这个值就是什么, 虚线啊, 虚线, 好, 测试一下, 好, 这个是强制什么, 文字不换行啊, 强制强制文不换行,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超出的部分显示区限啊, 超出的部分显示区限, 显示省略号啊, 好, 超出部分显示省略号啊, 超出部分显示省略号啊, 省略省略号, 好, 这样设置完了, 来看这个效果是吧, 看这个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 这个效果是不是出来了啊, 是吧, 啊, 这个是省略号啊, 好, 那么这个效果就是要三个啊, 记得要三个一起写啊, 就是这个overflow, 先写一下啊, overflow, 然后是这个, 这个要写啊, 这个要写, 好, 那么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H4就做好了, 是吧, 接着来一个的, 做下面的这些效果啊, 那么的话, 接着是这个, 这一块是吧, 不是, 这几块都一样的啊, 做好一个LY就行了, 是吧, 好, 那么接着的话, 再次下面这个什么呢, 这个单位是吧, 这个单位啊, 好, 这个单位的话, 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啊, 这个大小是24, 那么就是12, 是吧, 12像素啊, 好, 颜色是这个, 是吧, 也是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单位, 单位的话那么就是, 嗯, 好, 单位的话是什么, 这个什么, unit是吧, unit啊, 好, unit的话, 关掉啊, unit, unit的话那么一样的, 跟上面一样宽啊, 那么就是这个宽度啊, 好, 宽度的话那么就是这个, 宽度的话和上面一样宽, 就是这个5.0吧, 是吧, 5.0啊, 直接写5.0吧, R-E-M啊, 好, 那么的话高度啊, 好, 高度我可以用这个航高给它称开吧, 航高称开啊, 那么的话它的这个Font的话是什么呢, Font是这个Lomer, 是吧, Lomer啊, Lomer, 然后是12像素是吧, 然后12PX啊, 好, 航高也给个12吧, 12PX, 就是航高和蚊子一样高啊, 然后来个什么, 这个亚黑是吧, 也是亚黑啊, 好, 然后color是吧, color的话那么来一个这个, 好, 是一个灰色吧, 灰色啊, 好, 那么这样子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 是它也是水平居中的啊, 水平居中啊, 来一个margin, margin距离上面, 它距离这个H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间距啊, 好, 这个间距的话那么应该是, 这样子是吧, 间距的话那么这个是32, 是吧, 32PX啊, 好, 左右O2, 然后下面是零啊, 好, 这个的话那么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就放好了啊, 到这里了, 好, 接着是最后一个什么呢, 这个, 什么, 这个, 这个, 价格是吧, 价格也一样啊, 好, 价格的话就是这个price, 是吧, price啊, price的话就是拿一个啊, 可以拿下来啊, 好, 宽度是这个是吧, 5.0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 字体大小, 字体大小的话是, 这个是, 也是12是吧, 12, 然后颜色是这个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距离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吧, 距离的话, 这个距离应该没那么, 没那么高吧, 这个距离它, 这个是21是吧, 21啊, 给个20吧, 20px啊, 好, 20px,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就, 这个就做好了, 是吧, 好, 做最后一个效果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一个效果是这个, 是吧, 这个, 呃, 加入到购物车, 是吧, 加入到购物车啊, 加入购物车的话, 那么这个整体的是用一个A标线做的, 是吧, A标线做的啊, 好, 两下的大小吧, 这个大小是这个,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它怎么样, 它是不正常的布局数量的啊, 我们用定位来做, 是吧, 好, 整体的这个宽和高啊, 宽是67和68, 是吧, 那么就给68是吧, 这个容器今天要大一点, 是吧, 容器要大一点啊, 68px, 好, 那么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 没有写是吧, 没有写啊, 好, A, EARF等于这个型号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给它一个class啊, 好, 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Ad, 什么呢, chart吧, 是吧, 加入购物车啊, 好, 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 加入购物车的话, 那么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68px, 是吧, 好, 宽, 高也是68px, 那么是1.7, RM, 好, 然后的话, 它定位一下吧, 定位啊, position, 给它来个什么呢, absolute, 是吧, 好, 那既然相对于LI呢, 因为我们LI是必要有定位属性啊, LI的话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position relative吧, 是吧, position啊, relative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定位了之后, 这个什么呢, 就可以定位了,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它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 先给它一个背景色看一下吧, color, 然后来个gold啊, 好, 然后的话, 先把它定位到右下角去吧, 比如说right是什么, right是零啊, 好, bottom是零啊, bottom也是零啊, 好, 那么的话, 再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它是不是到这里来了是吧, 到这里来了啊, 这这里来之后, 应该它不是完全的靠其这个右边啊, 右边的话, 那么有一点的间距就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27吧, 是吧, 27啊, 那么就是27, 27px, 好, 那么底部的话, 也不是完全的底部吧, 底部啊, 这也太乱了, 是吧, 好, 显示这个切片啊, 好, 底部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完全底部啊, 应该是靠起底部是吧, 底部是零啊, 好, 那么这个放好了是吧, 这个放好之后, 我们要把图放进去了啊, 好, 这个的话放好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图放进去啊, 图放进去了, 还是同一个图吧, 这一个图啊, 这个图啊, 把它拿过来, 同样的一个图啊, 拿过来之后, 那么呢, 看一下啊, 这个, 把它换掉是吧, 换掉啊, 好, 换掉的话, 那么就是, 好, 这个图的话, 就是这个雪碧图里面的, 这个最后面一个是吧, 应该不是最后面一个啊, 对, 比较, 这里是吧, 这里啊, 这里的话, 把它挖下来, 好, 看一下这个大小是多少啊, 1080啊, 大概是1080是吧, 1080啊, 好, 这个是Left, 然后是负1080px, 是吧, 1080px, 好, 好, 这个放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购物车就放进来了, 是吧, 加入购物车的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 好, 那么这每个LI的话, 那么就是, 这第一个LI做好的下LI,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是吧, 最后是程序里面通过循环, 把它们, 是吧, 循环出来, 是吧, 先做一个样子出来, 好, 这样子, 是吧, 刷新一下啊, 这样之后,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效果是做好了, 基本上它就做好了啊, 好, 这关于这个, 这个,